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有时是困难的 我们可以从约翰身上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约翰是所有门徒中最小的 他全心全意地爱耶稣 其他的门徒在耶稣被捕后都散去了 约翰在整个考验中一直陪伴着耶稣 耶稣尊重了他的忠诚 让约翰照顾那位最照顾耶稣的女人 他的母亲玛利亚 但是当约翰年轻的时候 他报复心强 脾气暴躁 他很难同情那些拒绝耶稣的人 有一次他建议耶稣说 应该从天上降火下来 消灭那些弃绝耶稣的撒玛利亚人 在约翰的生命中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 并不只是一时一刻的勇敢 相反这是一个终身的承诺 像耶稣那样去爱 在约翰看来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就是把他的脾气作为贵重的供物交给耶稣 而在耶稣脚下献上自我 使徒约翰把所有的欲望都交给了耶稣 在耶稣回到天堂后 约翰一直保持信实 直到他在大约七十年后去世 他写给各教会的信 提供了关于他转变的最深刻的见解 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他又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气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有时我们感到失望 我们仍然不能控制我们的脾气 或克服我们世俗的情欲 但是约翰在一生中经历了深刻的转变 他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在他生命中每一天都如此 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也这样做 当我们献上十一和奉献承诺的时候 我们被敦促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